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8月16日星期二 今次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纽西兰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帮忙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加上《浪冷气》两个频道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好了台仰 今次我们不如回来跟进这个secrets的问题 又是这个吗? 太棒了 台仰都跟我们估计的 应该的 我觉得有这么多secret嘛 何解呢? 新政就不怕影歪 如果你们自己歪歪邪邪不见得光的话 害怕的吗? 害怕的吗? 就害怕的了 快走啦 对不对? 不过台仰都说过 这些专业或者Facebook那些 应该就算你关了什么secret的专业的话 警方如果较早前已经守了证的话 应该都能抓得到 守到证当然自然能抓得到 主要原因都是在内容上 是不是有些内容是很可能犯了一些法案呢? 我相信之前公务员secret被盖了 最主要的原因真的有些内容是不行的 是犯了法案的 别人才会抓的 一般来说怎么会抓你呢? 其实有不少的secret的嘛 好像我们这些节目的方面 有HA secret 校园secret 各汉的secret群组很多的 你害怕什么呢? 因为没有说要抓你 为什么他们会自己盖自己当呢? 我们先说一下 在上周二9号的时候 警方拘捕了公务员secret的两个管理员 指控他们主要来说就是煎动 还有诈骗的 引起了骨牌效应 哇,相当厉害 我们平时看的骨牌就一刀 有一块就掉下了 全部都被盖了 最快就是家长secret 最快就说内容要关闭 然后其他水银卸地不同的大尊secret的专业都被掩饱了 包括了很多 极速数一数 港大 中大 浸大 科大 理大 成大 都要把它盖毁了 你以为学校有那么多secret的吗? 我心想学校的secret会不会煽动到公务员secret的性质近似 刚才台湾也说了 大学里的secret 必不害怕 当然如果你们自己这些什么大尊的secret专业 假如滲了些私货 对于社会的政府的不满 仇恨 又可能在污蔑 抹黑 煽动 你们自己滲了多些私货 又扮不知哪个报料给什么呢? 例如我先假设中大 之前有不少的中大生 参与过那些什么暴动 又会定点点点 然后又会把这些东西转贴在自己 可能 未必是管理员舍 他们任由自动波 或者叫做无人驾驶 让人在专专业下面 又未必是中大生留言 说同学真的很惨 例如这些罵政府 是否害怕得要这样摘 还有类似公务员secret的一个专业 例如医馆局secrets 也都是接了的 我自己也有看过 例如医馆局secrets 我都有看过 但他们也有很多 甚至是滲了私货 事实上里面说的东西 都是不进不实 事实上 一般来说 讲secret的东西 很多时候可能是为了加强气劫效果 一个传一个的时候 每个人都加强醋 其实那个secret就变成了谣言一样 也是 也挺像 例如那时候农村那些 我看到李太和张先生 两个走得好迷 然后可能再传给下一个人听 是呀 我看到他们是摸起来的 摸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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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说 不是 然后再说 把手搅拆 摸起来 然后再说一说一说 最后可能是有私生子 可能是这样的 你们这帮人越说越夸张 就是了 很搞笑 對於這些secret 陸陸續續地自己蓋旗 收了專業 有說到有什麼打壓 沒有言論自由 對於這方面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真是無人歡迎 這些真是身正不怕形歪 有電台節目 或者有訪問 叫我來講究竟發生什麼事 或者問我的 叫直說而已 說道理而已 不用加強調 叫直說而已 說回原因 為什麼專業會被蓋 為什麼這些人會犯法 純粹批評政府 他就不怕 鄧炳強這樣說 批評政府沒問題 一般人當然可以批評政府 包括現任議員都經常批評政府 其實有什麼問題 不僅是議員 甚至是議員領袖 經常都很喜歡說 經常都說 我們先說一說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無懼風雨 你夠膽叫我來 我就即管和你談 其實沒問題就只要說 那些主持會有一點挑機意味 哇 局長局長 現在這麼多的secret已經關閉了 有些市民說很害怕會觸碰到紅線 會不會隨便說我們在網路上 FB出了一些煽動的貼文 或者叫做留言 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會不會很害怕 市民的那方面 究竟怎麼辦 但局長他就說了一點 其實大家看標題 純粹批評政府 其實是不會有事的 記住 最重點是這兩個字 純粹 如果你只是想著去批評政府 可能一些施政上 或者一些事情做得不太好 做得不太粗 其實沒問題 也都告訴大家 言論自由是受到保障的 也沒有說什麼不清晰 即使你叫公務員secret也好 什麼secret也好 總之什麼secret也可以 你喜歡叫什麼secret也可以 本身平台是沒問題的 局長說得很好 即使你叫什麼都沒問題 即使你不叫secret 你叫ROCKET也可以 公務員ROCKET也可以 也可以 但如果你裡面的事情 都是令到香港市民 不同階層的居民 會產生一個護感 敵意 或者一些煽動的鐵文 所以就會被捕 說回來 你搞什麼平台 都沒所謂 總之 就算是批評政府 也沒有問題 也強調了 煽動罪的法例很清晰 也具有免責辯護等等 所以提出一些改善 即是給政府意見 例如 你說長者兩元乘車優惠 就不行了 太貴了 我要一元 一元 這麼便宜 不過也可以的 你可以這樣提出 可以的 你可以提出 這也叫做改善 不行 我覺得改善 一元就最好 然後說不行 一元還不行 太貴 一毛錢 你說這些 會不會叫做誤墮法網呢 你說這些 會不會說你是挑撥不同的人之間 互相憎恨呢 甚至乎令人會使用暴力 哦是呀 到時候阿公阿婆去搭巴士的時候 望向編輯部 望向secret說 只可以一元 這兩元 他煽動到我們想打爆巴士進入的機 這麼大劑 可以不可以 嘩 不是吧 就是看一元煽動我們 使用暴力 鬼掌打爆你那個 嘟卡機 行不行 如果真的這樣 那你就來抓我吧 會不會呢 那就大劑了 喂不要啊 應該不是的 應該不會 照理就不會這樣的 是不是 有一件事 就是一人做事一人當 究竟是否因為這樣煽動 而導致一些很可怕的事情發生呢 這些事情 我相信警方都可以 用他們的專業角度可以判斷得到的 沒那麼誇張吧 這樣也成立 如果這樣也能扔到我們的話 那就真的不斷了 死定了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事實上 那對於 暫時公布完secret的個案怎樣呢 鄧局長就說 律政司方面也要審製 究竟是否有足夠的證據 還有有合理等等才會去定罪 才會作出檢控 不是警方說告就告 一切都是完全公開透明 在陽光下進行 絕對不會寧枉無縱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現在說到 不是 有些什麼都會扔到你們 剛才我提到的個案 假如我們說了 不如一元 長者乘車優惠 會否煽動 就要看有否足夠的證據 記住了 是寧枉無縱 這些事情 再說回來 主持也會去再問一下 遞入的檢控 究竟會怎樣 再說回來 法庭會清晰看到被告的行為 如果有留意我們法庭幫新聞 都會提到的 那個控方都會說很多 例如他在哪一點 例如這類型的案件 哪年哪月哪日 大概有多少個貼文 或者在哪裏說了些什麼 有那個煽動等等 最經典的都是譚德智 譚德智當然 這個人不僅是煽動的簡單 聽眾還記不記得 譚德智當年做過什麼醜事 或者蠢事 他在大庭廣眾拿著大聲公 不停地說大陸離開 這些很難聽很耐耳的說話 這些是徹頭徹尾的煽動 它是令人憎恨社會 要看回了 台仰覺得 罵人大陸離開 或者叫人回大陸 然後叫人回大陸 後來經過官的認為 後來經過官的認為 就覺得叫人回大陸 也是OK的 如果他在其他場合 又說警察方面 要家人哪個歸天園 又到爸爸 又到媽 又到媽 又到姨媽 這些就不行了 這些就變成了一個罪行 因為他煽動人家對警方的仇恨等等 逐樣逐樣 假如譚德志 我忘記有沒有 較早前也有好幾個 例如美國隊長第二代 他也有 在很多次的場合裡 都有叫什麼香港獨立 又說什麼唯一出路 又說很多善惑性的事情 後來他對於他的刑期提出了上訴 後來我還記得 好像少許的給他一個優惠 幾個月左右 好像六個月以內的少許的刑期減免 這些就經過陽光底下 對於日後作出一些檢控 大家都可以很清楚地判斷得到 如何為之對政府一些普通的批評 還是一些惡意的煽動仇恨 對於我們剛才也說 甚至乎有什麼意見領袖 矛頭直指哪些官 哪些政府的職 那些叫什麼高官 罵到非喜還是怎樣 差點說一句 那些暫時還沒看到什麼事情 沒有啊 過往很多人在罵官 黃官 黃官 他們都沒有事 他們都沒有事 其實一般來說 擔心什麼呢 一般來說 批評政府有什麼很擔心 沒有什麼很擔心的 對不對 不過他們不是說到自己這麼擔心 或者說到這麼害怕的話 又怎會 比如說到那些黃友 或者他們的支持者 哇 你看他們這麼危險 都繼續說這些說話 來給我們聽 抵比批創他 他本來有這麼危險 都說到這麼危險 這些垃圾人渣 對不對 每個人都在裝 哎呀 香港不能說 要到英國才說 或者到加拿大才說 還是怎樣怎樣的 今天說完之後 就說 哎呀 看我們多感染啊 哪裏哪裏 好像劉世良那些 之前城寨那個 去了哪裏哪裏 不知道露營 還是什麼呢 都說要直播 來看看收不收到網絡 要聽他講 聽他指點江山 那就糟了 你看看他 在逍遙快活 在露營 在野餐 都很開心 我這麼開心 我也不知道 你們在那裏 哎呀 他很害怕 他不知會出事 來抓我 他當然是說到有這麼可怕 有這麼可怕 有這麼可怕 是不是 你怎麼會給他錢 你怎麼會想聽他說話 覺得他才能夠再說這些話 香港都聽不到 都不知道有什麼好聽 都神經病 還要給他錢 有些人就是相信他們 覺得他們說的才適合 也有心甘命底給他錢 有什麼辦法 這件事 那些人就是照樣聽 就是拿去捐錢捐飯那個 捐飯那個 真的得淡笑 接下來我們都會去捐一下 捐些什麼呢 一些很應接的東西 如果大家猜到是什麼 不妨留言告訴我們 答案你知道是什麼 好嗎 今集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